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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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看過昨晚的表演 我們賺多了 實在, 這次怎麼樣? 有個人也是這樣說的 誰?我們大老闆 現在在房間想見你 是嗎? 走吧 三哥 Kelvin 坐 坐 坐 得體知道你是墨水的兒子 吃老隔轉送快 我第一次見你 不過你老爸見我幾次 我是跟一些政府部門有點不協調 不過不關Super Club的事 我這麼多飯生意 飯飯都需要人 你是這飯的人才 我不用你太客氣了 客氣的話我不會說 我告訴你 你是人才 在模特兒那本書 生意人是最實際的 你是聰明 在這裡做有前途賺到錢 老闆其他事與你無關 是嗎? 當然了, 我是Super Club的公司控制者 我就是要搞好這裡 我就是追求你這種人才 有這麼多飯生意 不然飯飯都可以下手下腳去做 這飯就靠你 謝謝胡先生 我一定要努力做好他 阿杰, 看看你, 你怎麼不熟手 讓我回來幫你忙 阿敏最喜歡吃餃子 我要親手蒸給他吃, 施救誠意 阿杰, 我已經穿了衣服 我去媽媽玩 我們現在走了 你過馬路的時候 記得把爺爺都拖了 好, 媽媽 今天拖這麼多東西, 媽媽快走吧 好, 再見… 再見 希希, 等一會 你不是說有一張100分的七元卷 給媽媽看嗎?有沒有戴嗎? 你戴頭蝦 這些給你收 來, 我幫你放在袋裡 待會媽媽看到, 她一定會很開心 還有, 這件衣服 如果天氣冷的時候 記得拿來穿, 不要爛傷, 知道嗎? 好 我告訴你, 媽媽打來整間花店 她很辛苦 你去得不好, 要聽媽媽的話 知道嗎? 知道 希希, 如果媽媽有空的話 記得跟她回去吃飯 知道 好, 那我們走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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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希希 我看見你了 我也是 知道媽媽今天做了很多東西給你吃嗎 還有, 我買了遊戲機給你 還有很多遊戲 謝謝媽媽 先吃一口 快樂, 自己玩吧 老婆婆, 先喝杯茶 謝謝…二嫂, 剛才還以為你對我們生疏 這句老爺奶奶, 我們的心真的舒服了 對了, 你說如果開一家人 齊齊整齊在一起, 這樣多好呢? 其實這些事都過了 二嫂, 別說阿杰 其實我們整家人都很想你回來 是… 如果你要怪的, 你就怪我 當年是我叫你離開的 不過自從你離開了之後 阿杰一直都沒開心過 我們知道阿杰還想你 不如你回來吧, 好嗎? 你慢慢想想吧 不過大嫂牛一這一頓 全家齊人了, 你一定要來 不好意思, 我今晚有事來不了 媽媽, 你不回家吃飯嗎? 爹爹他吃了你很喜歡吃的餃子 是呀, 二嫂, 你看又怎麼樣 盡量嘛 是呀 不好意思 阿敏, 希希到了嗎? 是呀? 希希到了, 正在玩 那你和她玩玩吧 一會兒我預約了車接你們 你送完希希回家過來晚會吧 我送完希希回去之後就會過來的 預約了車接張小姐了嗎? 放心吧, 芯哥 我預約車去接阿嫂 來 阿祖, 進來吧 怎麼樣?搞得怎麼樣? 你叔叔打給我叫我來幫你 他當然怕我搞我的餐仇宴 打給阿倫吧 反正阿敏回來這麼久 他們都沒見過面 有阿倫在這裡搞氣氛熱鬧很多 對 喂? 喂? 你今晚有什麼事? 阿杰叫阿敏回來吃飯 還叫你來 我今晚沒空, 有事要做 喂? 你和阿瑜在一起嗎? 不是 我在工作, 不跟你說了 再見 好, 再見 怎麼樣? 他今晚沒空 幸好我那些口德, 人緣又不錯 要不然放水的電話 我都不肯借錢給我 待會兒一手交錢一手拿碟 一拿碟就好, 馬上掛了 到時候先過了海神仙 叔虎東咬我們色 你想幫我借錢已經很好了 你不用陪我去 叔虎東這種人 你怎麼知道他出什麼東西 多一個人陪你會好一點 況且你這件事不能告訴別人 不是我幫你, 誰幫你 謝謝 兄弟的事在心中 快點走吧 請Sir, 怎麼樣? 押底嗎?把馬力還拉 別說了, 錢就帶來了 那張碟子呢? 來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好 慢著, 你想怎麼樣? 看看能不能夠錢 耍耍嗎? 鑑在影音村裡騙我 叔虎東, 德先生很容易回首 上次我已經給了三十個 加上這裡也有十個 你再來別怪我不客氣 說實話現在全香港的警察都在刮你 好, 你的手都刮到我的 就刮到那隻碟子走 就算拚了一百個, 你這樣又怎麼樣 你這些人出來逛逛 整個頭又不算數 怎麼刮得到一個? 看一看 你再走, 還不還可以打敗你的頭 我相信 叔虎東 你神經病 你神經病 我打算拋牠的, 你看真的嗎? 搞出人命 走 走 行不行, 我不如碟子 那隻碟子飛去哪裡 好像在這裡, 找找 走 這裡沒有, 小心 動我 動他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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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 你怎麼樣? 我打電話, 叫白車 叫白車的 白車來到, 事件被揭穿了, 我不行 救命 我載你去醫院 你說你自己弄傷了 鄭Sir, 阿榮, 你在哪裡? 我剛巧經過將軍澳工業區 看見你的車停在地盤裡 救命 救命 沒有, 我今天把車給人 都不知道他開到哪裡了 要不要我幫你進地盤看看 不用了 我現在和人在聊天 稍後再聊 娘… 我現在找了 小艦隊 無敵 沒有, 剛好 我不是在地盤 沒有, 還可以 我無敵 就行 阿倫 好, 阿倫絕對沒口福了 這麼久都不接電話 讓我試試味道 謝謝 吃什麼呢?吃菇 行不行? 真棒 小隻香爐小隻鬼 阿倫算他沒口福了 你有義氣, 你好運 我也好運, 多分一塊鮑魚和雞 今晚阿傑借我餐生日飯來吞阿敏 不懂得下足公盤 看得出, 我只知道阿傑會煮麵 我不知道他連鮑魚這麼難度高的菜 都會煮 難度高的菜, 我找媽媽去補 一碟餃子皮終於無處無難 大家試吃吧, 不行, 我要再做 不用做得這麼辛苦, 阿傑 二嫂未必有空來吃這一頓 我看她還是不來多過來了 對了, 沒關係, 如果不來 就下次再做吧 又或者她會來 是呀 我的結婚戒指呢? 會不會是剛才你煮東西的時候 脫下了嗎? 不會的, 結婚戒指對我這麼重要 我從來不能脫下它 去哪裡呢? 不用這麼慌張, 慢慢找就行了 阿傑, 你是剛才包膠紙 搓麵粉的時候搓掉了 或者當垃圾包吹了嗎? 媽, 廚房那袋垃圾呢? 剛剛扔掉了 我陪你去找 阿嬸說那些垃圾呢? 還沒倒進去下賊 謝謝 媽媽, 我拿了100分 為何你不跟我回家吃飯呢? 嘻嘻這麼聰明 媽媽一定會跟你慶祝的 但是媽媽今天有個很重要的約會 約了人一定要去的 媽媽答應你 我遲些一定會再跟你慶祝的, 好不好? 你的手這麼冷? 再把衣服穿 媽媽, 你真的什麼時候跟我吃飯? 你決定吧 你決定吧 連廁所的垃圾都掃進了 真的沒有 可能找到一班手來了 大嫂 爺爺, 媽媽 二嫂… 二嫂 你來就對了 阿杰, 他不見了一隻結婚戒指 他就在中屋掃 我們現在幫他掃吧 他現在掃到樓下垃圾站了 你看看她多緊張你 大嫂, 一點點意思, 祝你生日快樂 人家就行了, 何必這麼客氣 記住你的手 坐著就開飯了, 吃飯了 對… 坐著… 不好意思, 大嫂, 我今晚真的有事 吃不到你生日快樂 這樣嗎?要是我不要你的禮物 你留下來吃飯吧 別這樣, 你拿著 二嫂, 這些水餃 阿杰已經下心做了一整天 我已經吃了 是呀, 她知道你喜歡吃 已經做了很久了 你吃午餐飯再走吧, 好嗎? 是呀… 婆婆, 我今晚真的有事 要趕著走, 再見 HeiHei, 再見了 再見, 媽媽 不是這個嗎? 這箱子都塗好 不會沒有的 剛才那個阿沈才說 那些垃圾剛剛扔下來 一定有的 阿杰 阿敏 阿敏, 你來了? 不要再找戒指了 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掉了 但我一定會找回來的 沒用的, 這些事是整定的 現在連結婚戒指都不見了 就是證明我們兩個已經沒有緣分了 不會, 這次是意外 戒指我一定找到的 我會找到證明我們還有緣分的 你等我, 我找到的, 我一定找到的 是真的嗎? 選這隊做結婚戒指,好像比較便宜 選了一點 不是,很漂亮 我答應你 我將來一定會買一隻名貴鑽石戒指給你 我也不是要這些 我要我們倆永遠都戴著這雙戒指 永遠都在一起,那我就心中 老婆 你弄傷了嗎? 沒事 這裡也有菌,你先消毒吧 否則是破傷風,不要抄襲 沒事吧? 阿杰 阿杰,這個袋袋垃圾都一樣 沒有適應,怎麼找呢? 阿敏都說沒完,你別找你住手 我答應過阿敏 我要永遠帶著她的結婚戒指 永遠要跟她在一起 我一定要找回 那如果找不到,那怎麼辦? 我的袋垃圾根本就不來 或者這隻戒指根本不去袋垃圾 那怎麼辦?阿杰 有些是不能勉強的 無妥就是無妥的 就算你多不願意接受 你也要接受 阿杰,你別再這樣了 我真的不想看著你這樣 才知道這樣,我會很心痛的 阿杰 阿杰 阿杰… 怎麼樣?誰贏? 阿杰… 那可不可以輸贏 恭喜阿杰,你怎麼開物流公司 旺到不能停手 隔壁有些行家, 眼紅你 說這種話, 番爺 在你紅光滿面, 一看就知道你行運 聽說你今天帶人回來見我們 人逢喜事, 精神爽 待會兒介紹你們認識, 多贏一點 好… 琛哥, 嫂子 怎麼了?不舒服嗎? 沒事 希兒回家了 沒事吧? 阿健不見了那張結婚戒指 不見了就好 沒有就沒有 應該要分手還是要分手的 但我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戒指又要再出現 阿斌? 還要讓我找到 阿森, 主角來了 還不介紹給我們認識? 是呀 你們好 我契妹阿敏, 我是同鄉 她很忙, 她來一來就走了 來, 繼續玩 好… 不介紹給你 走… 走了 有人在等你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這袋了, 是這一袋了 沒有的, 怎麼沒有的? 怎麼會找不到的? 真是早點 好嗎? 好 阿堅 敏 阿敏 石戒指,在這裡 對不起,我全身都很骯髒 不知為何,我去台都以為 我們已經沒有緣分 但誰知道,石戒指在這裡不見了 竟然在我這裡找回 不知那天是否想我們在一起呢 不是那天想我們怎樣 是我們想怎樣 阿敏,如果再給我一次決定 我也會再娶你一次 再向你一次求婚 我也會再嫁給你的 我知道你們很開心 但也不用旁人,沒有人 好了,讓爸爸媽媽看到我們一起上去 他一定會很開心,走吧 我不去了 我本來來打算幫忙 看來也不用我了 我回去找書,再見 來 好 走過來就可以吃飯了 洗手了,知道嗎 知道 廚房也適合做吧 對 進廚房做東西會比較三方便 媽媽,我要吃你做的餃子 你要吃我做的餃子 好嗎?做給你吃,好嗎? 好 嘻嘻,你抱得媽媽這麼緊 媽媽怎麼進廚房做東西 幹什麼?怕媽媽走了嗎? 不會了,媽媽以後跟你在一起 不會分開的了 真的嗎? 傻瓜,說是就是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先做餃子了 不用急了,阿明還沒回來 不要緊 明知道那個老婆生日 還沒見人,她是不是想死 或者她在警署收拾了手 你坐下等她 不如讓老公幫忙吧 什麼事? 阿杰,我們這次雖然在一起 但始終無法避免傷害其他人 你是說胡心? 還有阿祖 你知道嗎?其實很緊張你 不是朋友那種… 有很多事情我們都控制不了 但我真的不想弄成這樣 無論是胡心也好,阿祖也好 我知道他們都是想你好,想我好 所以以後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們更加要珍惜對方 以後還有沒有東西可以拆散到我們 新鮮熱的餃子 但是還沒吃東西? 不要緊,吃煮桌子,頭盤等她 對,寶寶已經睡了,邊吃邊等 我都睡著了 這裡有三種餡料 有白菜豬肉,韭菜豬肉和素餃 有些是我包,有些是阿杰包 是嗎?那邊吃邊吃邊吃 對 爸爸,你猜嗎? 你故意想找阿敏包 我們不要告訴他 不用說了,看得出來 包得好一點,多餡一點 就是二嫂包 是呀… 我吃二嫂包,這是二嫂包的 這個… 我也要吃二嫂包的 好吃嗎?是不是好吃 二嫂包真好吃 對 大嫂,你今天生日多吃一點嗎? 還有,待會兒大哥回來 你千萬不要餓,他遲到 放心吧,我今天偶一,心情好 特色放過他 大哥 大哥,還沒見人?大嫂打老的找你 是嗎? 什麼?阿倫出了事? 阿祖 阿杰 阿倫怎麼樣? 榮哥發現到他的事後 已經受了重傷 醫生現在跟他搶救,正在做手術 大哥說在公案現場發現了屍 阿倫,知道是誰嗎? 案件我們還在查,不方便多說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他的死者是我們警方正在通緝 他叫叔虎東 我想你應該聽過 阿杰 阿倫怎麼樣? 阿倫,他在搶救你 千萬不要有事 為什麼會這樣? 我昨天下間還跟他去喝東西 為什麼現在會在這裡? 放心,阿倫一定可以大步抱抱 一定沒事,好人有恐怖 姐姐發生什麼事? 倫哥跟人打架嗎? 我也不知道 阿倫,好人 我請坐點了 是,Sir 仔,Sir 怎麼樣? 經過初步調查 在死者和傷者身上 只找到一些簡單的個人材物 空氣懷疑是一支鐵通和一塊磚頭 現場有一個公文袋裡有十萬元現金 和大量的彩色影印價一千元錢 阿倫,所有證物拿回警署登記了之後 直接拿到我房間 要不需要我們先幫忙查一下? 我要親自處理 阿倫弄成這樣,我不可以就這樣算 仔,Sir 我想這裡有段時間要搞的 不如讓我們來 阿倫在醫院急救 可不可今晚都不知道 你過去看看他 那這裡交給你 行了,有什麼事我去找你 我死者是黑社會? 我也覺得很奇怪 好人好者怎麼會和這些人 扯上關係 他會不會賭錢呢? 你知道賭錢的事 不是人家說戒就能戒賭 你說鄰庭爛賭,得罪了黑社會嗎? 那就是那個人可能是大義 你們別猜過當真 你不讓阿倫不用戒賭 你不讓他這次真的不幸嗎? 大家只是關心阿倫,不要這樣 阿羽 阿倫她怎麼樣? 她在裡面做手術 不過已經做了四小時 醫生,我是重案組鄭篤賊 負責這件案子的 雙姐情況怎麼樣? 雙姐頭部受過重創 老婆試過缺氧 我們已經幫她清了乳血 但在現階段 對她的老婆有多大影響 暫時還不知道 她現在正陷入深度昏迷 暫時還沒有脫離危險時期 她能否醒醒,或者何時可以醒醒 依然是未知之數 謝謝 謝謝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究竟發生什麼事? 她一定會幫我來找到真相 這件案子由阿羽負責 我們也可以放心 不過現在阿倫最重要是爭氣 快點醒醒 我馬上回來,我回負責做事 阿羽,今晚三點禮的時候 是不是跟阿倫在一起? 不是,我這次借了車給她之後 都沒見過她 你為什麼這樣問? 沒有,我下午打電話給阿倫 我聽到他旁邊的聲音 聽得很赤膩 如果是就好 如果我再問她兩句 為什麼借車 又或者看看有什麼幫忙的話 事情可能不會弄成這樣 有誰會猜到發生這種事? 沒事吧,我先走了 小心 我是… 怎麼樣?有什麼證明? 初步發現結果所有證物上 都只有叔虎東和阿倫的指紋 現場應該沒有第三者 好,這樣可以縮窄這個範圍 究竟叔虎東和阿倫有什麼關係? 根據沒什麼 一個是社團的過去叔虎 一個是入境處的職員 我們問過雙仔的同事和朋友 他們都說 原來不知道雙仔是認識叔虎東的 根據叔虎東是通緝犯 正路應該潛了水 應該不會搞那麼多事 他潛了水這麼久還在香港 會不會是我們頂去太多 他不能搭露著草? 那會不會是叔虎東想利用阿倫 幫他搭露回大陸? 我明白了 他肯定是用錢收入入境處的職員 然後準備在羅湖過關不上 叔虎東收入阿倫? 很有可能 我們在現場找到那袋錢 隨時就是叔虎東用來鼓勞阿倫 阿倫發現錢裡面有假銀子 他們兩個發生衝突打起來 結果搞得一死一衝傷 是就是有這樣的可能 不過暫時還是推測沒有真憑實據 我覺得對 查我不能讓那個框框死的 所以大家繼續掛材料 看看有什麼新發現 是… 阿榮,我叫你跟著證物怎麼樣? 現場的證物和死傷者的長生物品 都放在桌上 有沒有什麼特別發現? 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銀包、鑰匙、筆,那些東西 你做事 好 好 進來 鄭Sir,在找什麼?要去幫忙嗎? 沒有,我去查證物 證物沒什麼問題嗎? 沒問題,找我什麼事? 那些手足打算叫宵夜 我看看你要不要 我不用,你們吃 好 好 見 阿敏 是 今天報紙,謝謝 吃了早餐了吧 其實你們待會還要上班 不如趁有時間吃完早餐之後 回去洗個涼換件衣服 有我在看著阿倫就行了 行了,那你有什麼打給我? 好嗎? 阿祖,你好像很累 一會兒有沒有精神上班? 阿報爺 用不著這麼大字標題 用得阿倫這樣? 怎麼搞的?在報紙裡胡亂寫 說阿倫和黑社會勾結 他在這裡還說懷疑阿倫收了個通緝犯的錢 我現場賺了十萬元 難道阿倫他… 難道什麼?阿倫是同事 你不是這樣也不相信他嗎? 別看了,不像胡亂寫的 不要這樣,阿祟 那我可以怎麼樣? 如果我的朋友受傷就躺在醫院 何時醒醒,能不能回到未知數 為什麼人們跑去捉害他的人 還在冤枉他? 我不是醫生,我救不了他 但我是他的朋友 我至少要制止別人冤枉他 現在沒有人要冤枉阿倫 只是報紙胡亂推測 你不要那麼激動 我激動?是他們太平靜 我真的不可以像你們這樣 當我什麼事都沒有 我只有阿倫一個朋友 我真的不可以什麼都不管 阿祖,你別這樣了 你怎麼會只有阿倫一個朋友呢? 我也是你的朋友 我不用你當我朋友 你回去老婆那裡 乖過去再不堪回首 懷面是時期實還有 朋友,你試過將我… 你以為我們IM95只懂得吃雞粥嗎? 總之我們四個,隨便有事 其他三個一定到 你試過把我批鬥 無法再與你交心聯手 不竟難得有過最佳算有 蘇利Sir,我遲到 待會看看報告 了解之前我和我三萬個案子的 最新資料 是,Sir 現在繼續開會 說回假電子護著的問題 已經確定了使用者的身分 新加坡正男子,張敬斌 三十四歲,沒有固定職業 有兩次導致案底 自從上次露出境之後 再沒有入境的紀錄 已經聯絡了內地公安,正在找他 Cony,我幫你手上的報告 今天的線報 最近多了很多高級娛樂場所 我平用黑工 我們手上已經列出了 五間娛樂場所的名單 打算立刻採取行動 其中一間超級大廣 開了一張不久 但每晚都排長龍 搶走附近不少行家的生意 這間大廣的背景比較複雜 根據線報 幕後的大老闆是胡心 Kelvin的超級大廣的控制器 之前她也提過 但想不到這間職業 是我們監視的名單裡面 她老闆還在胡心 她一直都想做一番事業 證明給我看她有能力、有本事 但偏偏一次又一次走錯路 我們應該怎麼做 喂?阿慧? 是嗎? 啟明,這裡 爹地 看著,媽媽 啟明,這艘船很漂亮 比以前那艘還大很多 是Kelvin特地買來送給你的 我們終於可以一家人一起出海了 爹地,你還站在這裡幹什麼? 上船吧 快點 這艘船也挺貴的 那錢當然是用來用的 有什麼所謂 我知道你沒所謂 連我的錢見不見得光 你也沒所謂 什麼不見得光 Kelvin說這艘船 是用她老闆給她的花紅買的 那她有沒有告訴你 她老闆是誰? 是胡心 黑社會大哥胡心 Kelvin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跟黑社會打工? 你還想瞞我多久? 胡心這個人不簡單 他一定早知道你是我的兒子 他還要聘請你 他一定另有所同 有什麼企圖? 他聘請我,因為我做到事 是你的兒子有本事 你幹什麼?他們不相信我? 那不是每個人看得起我 都因為給你面子 還是像你幻想那樣 對,他們每個人都在利用我 我以為你眼中就是這麼廢物 Kelvin,爸爸不是這個意思 但你跟黑社會打工 始終不太好 我只是打工 我只有誰是老闆 我猜誰是黑社會還是白社會 總之我做好公司的事 我沒辦法見得光就行了 見得光就行了 你以為你那間酒店見得光嗎? 只是賣酒賣花生去賺這麼多錢 你上了幾個月工作 花紅不夠買遊艇? Kelvin,你可不可以想清楚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想回不了頭 馬上給我辭職 對了,Kelvin,穩妥起見 不如你辭職吧 不可能 我不會辭職 也不會再做你的邪善公職 既然如此,我也沒什麼跟你說 你不想喝 喝吧 喝吧 你喝吧 多喝吧 你好,沒氣 繼續玩,幹嘛停了手 玩吧 可以和她聊聊嗎? 你不是跟別人聊,我竟然不肯走 什麼事? 你怎麼在這裡? 不是吧,你來我又不來嗎? 我在這裡工作,不是來玩的 那就是打開門做生意 我現在來個客人,你不是想趕一下嗎? 我認得你那台的人 女兒的出來做,男兒的全都出來玩 你跟他們在一起做什麼? 你閉嘴,歸什麼事? 半生了,你又是誰? 我認不你女兒,我這事不用理你 你現在是什麼態度? 你這樣做對自己沒好處,純粹 走到我這裡不歡迎你 你現在立刻跟我走 低能,全都覺得你在場嗎? 走… 走? 瘋子,趕一下吧 不是做生意的 請問你是這裡的負責人嗎? 我們入境處職員 我是這裡的公司控制員 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幫你呢? 我懷疑你們這裡有非法勞工 麻煩你叫所有員工 出示身分證給我們檢查 好,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墨路上兩極路人誰有可知道 每個亦都戴著記號 好適合你 那週刊 我見過了 我尷尬 我聽你不得住 你這聲音 我叫自己不得住 我感覺到 你沒有要求 我尷尬 你不得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